焦点食物基因的表现 DNA会经过转入作用合成RNA 再利用RNA合成蛋白质 这过程称为基因的表现 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 DNA会进行复制 DNA会经过转入作用合成RNA 再经由RNA来转移蛋白质 蛋白质可以构成酵素 参与细胞的代谢作用 蛋白质也可以构成底质 来组成组织和器官的构造 这个法则称为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 RNA是核糖核酸 RNA是属于单骨多核甘酸链 构成RNA核甘酸是核糖核甘酸 核糖核甘酸基本构造有磷酸、五碳糖和氨酸 核糖核甘酸的五碳糖是核糖 核糖核甘酸的氨酸是 A、G、C、U 四种氨酸酸 构成RNA核甘酸 称为核糖核甘酸 核糖核甘酸的基本结构 含有磷酸、五碳糖是核糖 氨酸酸酸有A 线飘零、G 鸟粪飘零、C 包密钉和U 尿密钉 构成RNA RNA RNA结构是单骨多核甘酸链 依照功能可以区分成mRNA、trRNA和rRNA mRNA上面具有密码值 核糖体依据mRNA密码值 来决定氨基酸的种类按顺序 核糖体会把氨基酸连接成多胎链 trRNA的功能在携带氨基酸 trRNA的平面结构看起来好像一个性运潮的形态 trRNA藉由三方端连接氨基酸 trRNA藉由补密码 也就是反密码值 与mRNA的密码值来配对 trRNA是藉三方端来连接氨基酸 rRNA又称为核糖体RNA 在细胞核里面 核仁是由rRNA与蛋白质组合 在细胞质里面 核糖体是由rRNA与蛋白质组合 遗传讯息是由三个含氨基酸 来决定一种氨基酸的种类和顺序 在DNA上面称为遗传密码 在mRNA上面是密码值 在trRNA上面称为反密码值 三个含氨基酸来决定一种氨基酸的顺序 例如 甲硫氨酸是一种氨基酸 甲硫氨酸在DNA上面的遗传密码是TAC 在mRNA上的密码值是AUG 在trRNA上面的反密码值是UAC 遗传密码是由三个含氨基来组成 每一个含氨基有ATCG4种可能 第二个含氨基也是有ATCG4种可能 第三个含氨基也是有ATCG4种可能 所以遗传密码会有64组 但是构成蛋白质氨基酸却只有20种 氨基酸有20种 遗传密码有64种 所以一种氨基酸会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遗传密码来决定 这种情形称为同意码 例如AAA、AG都是离氨酸的密码值 所以这些密码值称为离氨酸的同意码 GU、GUC、GUA、GUG都是氨基酸、血氨酸的密码值 所以这些密码值都是血氨酸的同意码 每三个含氨基减机来决定一种氨基酸的种类和顺序 氨基酸有20种 遗传密码有64种 所以一种氨基酸可能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遗传密码来决定 AUG是MRNA上面的起始密码值 蛋白质合成从起始密码值开始 MRNA等AUG起始密码值所决定的氨基酸是甲硫氨酸 中子密码值 中子密码值不决定任何的氨基酸 UAA、UAC和UGA所决定的没有决定任何氨基酸 所以这三组是属于中子密码值 是蛋白质合成结束的讯号 UAA、UAG还有UGA是MRNA的密码值 中子密码值 反密码值在TRNA上面 会借由反密码值 与MRNA的密码值来配对 TRNA的功能是细带氨基酸 TRNA是借由3.1细带氨基酸 基因表现过程包括转入和转移两个步骤 DNA上面有模板骨 DNA的模板借由转入作用合成RNA 再经由转移作用合成蛋白质 转入作用是合成蛋白质的过程 DNA上面有遗传密码 把遗传密码操入到MRNA过程 称为转入作用 转入作用需要有RNA聚合酶的协助 RNA聚合酶会把DNA螺旋解开 以其中一股DNA当作模板来合成RNA DNA的模板骨会进行简积配对合成RNA DNA模板骨上面有4 像这张投影片表示有4组遗传密码 TAC,CGT,ATG,TGT 4组遗传密码经由简积配对 可以配对出4组的密码子 这4组密码子是AUG,GCA,UAC,ACA 转入作用是需要利用RNA聚合酶 以一股DNA当作模板来合成RNA DNA上面有很多个基因 每一个基因都可以经由转入作用来合成RNA DNA是双股 但是只会用其中的一股来进行转入作用 例如第一个基因是用上面这一股DNA当作模板来转入RNA 第二个基因可能用下面这一股DNA当模板来转入RNA 第三个基因是利用另外一股DNA当模板来转入RNA 转移作用是合成蛋白质的过程 也就是把mRNA上面密码子翻译变成氨基酸的顺序 转移作用需要有核糖体的参与 所以转移作用发生的位置在出造内子网或者核糖体 转移作用是利用mRNA上面的密码子 去和TRNA的反密码子配对 藉由配对的过程 核糖体把氨基酸连接成多态链 转移作用是合成蛋白质的过程 像这张投影片上面有mRNA上面有四组密码子 AUG,GCA,UAC,ACA 四组密码子就可以跟四个TRNA的反密码子配对 UAC,CGU,AUG,GUG 每一个TRNA都系带有一种氨基酸 所以四组mRNA的密码子可以和四个TRNA来配对 配对之后会有四个氨基酸连接 转移作用是从mRNA的五码端起始密码子开始 核糖体会把氨基酸连接成多态链 当核糖体来到mRNA的三码端的时候 遇到中脂密码子 核糖体四单元就会分离 四出多态链,蛋白质合成结束 对增核细胞而言,转入作用发生在细胞核 在细胞核的DNA会进行转入作用 合成RNA RNA会移到细胞子里面 在细胞子里面 藉由核糖体把氨基酸合成蛋白质 原核细胞不具有细胞核 所以原核细胞的转入转易 都是在细胞子中进行 增核细胞具有细胞核 所以增核细胞的转入作用 是在细胞核进行 转易作用是在细胞子进行 立体 有关增核细胞的遗传物质表现哪些正确? A选项错误 转入作用是在细胞核上进行 转易作用在核糖体进行 B选项正确 转易作用在细胞子内进行 C选项错误 将DNA的遗传讯息 超入到RNA过程 称为转入作用 D选项错误 正确的叙述是 利用RNA聚合酶 将DNA上的遗传讯息 超入至RNA 依选项正确 当基因表现时 DNA两骨会先分开 只以其中一股核甘酸序列为模板 来合成一股RNA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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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